第一次 早餐 從台灣來到日本打拼的年輕人 只有一個人 所以他不可能為了自己一個早餐 都用得很豐富 所以頂多就是烤一塊麵包 我吃的就是他的早餐 因為基本上日本早餐也沒有什麼 豆漿饅頭這種東西 那我就覺得說或許 就由我來做做看 当开了这家包子店之后 所有在日本住的台湾人 不管是嫁过来的或是来工作的 回去然后吃完之后 他们给你的每一封简讯都是说 啊谢谢你 或者是说啊你做的东西还有台湾味等等的 每一句话的鼓励 都是给你很深深的一种感动跟支持 这就是我开这家店的一种成就感 开这家店可以慰藉一些在国外 在日本生活的台湾人 他们在吃我的包子 或是吃我的馒头的同时 他会有感觉到家乡的味道 这才是我想要开店的主要的目的 这家店让我觉得说 我可以去认识到这么多人 可以去了解到这么多人的故事 那相对的在我能给予的范围之内 我尽量给予我所能给予的 不管是他们想要的台湾味啊 或者是台湾的感觉啦 甚至来到我店里面的人 你想要讲台湾话也可以啊 你要说什么我都不能说 你有任何的问题来到这边我们都可以讲 因为我卖的不是只是包子 我卖的是台湾人的人情 我就是这样子而已 如果你想要太多人 你希望他能够帮到这个地方 我希望你能够帮到这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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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吧